我叫徐朗,我是土耳其人。我在中国上过四年的大学,现在在土耳其保冈做销售经理。 我2015年加入保冈,当时在伊斯坦德伦有一个天然气感染项目,从阿塞巴尔进入土耳其到欧洲的一个大的项目。 我当时的主要的责任是从国内过来的修复人员和我们土耳其工作人员之间做中途翻译。 我现在主要工作内容是要找新的客户。 主要的产品呢,物质强硅杆,保管质量好,我们给客户的服务也好。 所以很多客户为这些原因一直采过我们的火。 这些客户生产的马达用于家电和工业电机,最终进入老百姓的家庭和工业名誉。 这个感觉给我特别特别好。 我2009年到2013年在中国的西安上过大学。 我刚去的时候语言不同的话生活很困难的。 所以我差不多每天七八个小时一直学中文的。 慢慢习惯了以后,我很想和中国人交流和朋友。 在中国的时候,第二年,我找了一个足球队。 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踢的一个队。 我三年在这个队里面踢了足球。 这四年里还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资泉。 其实我特别想念中国。 很希望再一次去中国。 因为心里面中国是我第二个老家。 金融乐宝钢当然是感觉特别好。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钢铁城。 我家人也很骄傲。